作为一个平民摄影爱好者 在前些天我买了一支国产的手动大光圈镜头 就是这支七工匠的35 f1.2 它只有这么小 你甚至可以把它揣在口袋里 只是你要穿稍微宽松点的裤子 这个有点尴尬 它跟iPhone 12 Pro Max的对比 我们看一下 所以真的很小巧 春天来了出来拍些花花草草 大光圈的优势就来了 它可以突出前景 然后虚化背景 也是很多老法师和摄影初学者 所向往的那种虚化 那么这个几百块钱的国产手动大光圈镜头 就完全可以胜任拍这样的体材 作为一个键盘云旅游爱好者 我对这些需要带出去旅游拍摄的这些设备的 体积大小重量要求极其苛刻 所以我对这些比较小巧的东西特别着迷 这一颗35 f1.2 在半幅相机上的焦距是50 50在很多场景就相对比较使得开了 当然35毫米的焦距是最合适日常生活记录了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这么便宜的替代方法 这个几百块钱的镜头盖 居然是全金属的 就差一点植容了 质地有声 这个光圈环是无极调节的 真的是对拍视频特别特别的友好 领起来真的是润物细无声啊 但是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要上相机的时候 它这个卡口卡上去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把手 所以它还是会乱动 这样的话你上次的光圈是放在什么档位的 你也不知道 我现在正在使用的富士的X-S10 这台相机是有机身防抖的 那么配上这种手动镜头 它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如果你和你的备射物体的距离是保持一致的 那完全不用担心 在你经过大量练习之后 你会发现手动镜头的对焦也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这样你们对富士相机对焦抽搐的诟病也不复存在了 画质方面其实我没有过高的苛刻的要求 对于我来说生活当中的随拍随时记录生活是最重要的 这些设备都是流水的兵 经常能够拿出来使用也是值回票价的 大光圈的紫边问题肯定的 所以你要必长就短的话肯定是不行 把光圈要尽量的收一收 不要一直用到极限就还好 边缘画质降低也有 这都是大光圈的通病 每只镜头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只要把它的优点尽量发挥出来 把它的缺点尽量规避掉 如果将来我有可能买富士的X4E系列的话 我会把这个镜头搭配在上面 这样小巧的机身对小巧的镜头显得更加和谐 嗯...考虑一下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咯 拜拜